機車從右車道硬要往左邊轉彎 下一秒竟然是擦撞一旁在執行的警車 撞警察真的是傻眼 機車撞上警車後 警察也趕緊煞車把車子停下來 接著就衝出來把車門往後一甩 看起來一副機動模樣 而機車以為到了紅綠燈口 打了方向燈 就能強行左邊硬切轉彎 沒想到不只受傷 自己也惹上麻煩 而另一頭桃園八德區也發生了一起機車和汽車事故 一輛汽車和機車因不慎在八德區長安街和新封路交叉路口 不慎發生碰撞 車子機車都被撞到扭曲變形 救護人借貨報案抵達現場初步檢查發現 騎士左手肘擦傷 疑似骨折意識清楚 接著將男子用甲板固定清洗傷口 包紮止血再送醫搶救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重回現場當初就在這個路口 晚上因視線死角發生車禍 八德區新封路段發生交通事故 經現場了解為 陳姓民眾駕駛汽車行經新封路 左轉長安街時 以正要執行往八德區方向 王姓民眾所騎乘機車發生交通事故 經求側職 雙方都無酒駕情形 目前也帶警方進一步調查 肇事責任 記者劉日展江穎安 談判